天啊,這是保洁店耶 OMG 大家好,我是麥克阿文 最近台灣疫情其實蠻嚴重的 那每天的話都是幾萬幾萬的確診數在跳 所以最近為了防疫還有安全的考量 大部分時間我都待在家裡 但這一待下去不得了 就是待到快要發霉了 所以今天呢,我就決定跳脫舒適圈 好啦,也沒有啦,就只是想換個地方睡覺而已 那身上又沒有什麼錢 所以最終我決定入住在北車附近的一間便宜的青年旅館 那我其實蠻喜歡住青年旅館的 因為它便宜、CP值高 又有很多公共空間可以使用 那我想說既然都入住了 就來拍一個開箱的影片 那我們話不多說,就直接前往這間在北車附近 一碗新台幣300元有找的 博客青旅 GOGO 博客青旅的地點位在台北車站M8號出口 左轉後的第一棟大樓裡面 沒錯,就是這個綠色的招牌 7樓 電梯打開後就是青旅大廳 櫃台旁邊有一個黑色沙發可以讓旅客急放行李 為了響應環保 不提供牙刷、牙膏以及毛巾 最早入房時間是下午4點 最晚退房的時間是中午12點 自行退房就可以了 不需要告知櫃台 櫃台旁邊有飲水機以及購物價 有牙刷、牙膏、毛巾以及拖鞋可以購買 再往右手邊走就是交易廳 交易廳總共有8張桌子 每個桌子底下都有兩個插頭可以充電 這邊是公共空間 下面有一個微波爐可以做使用 微波爐旁邊有一個公共冰箱 可以冰自己的東西 旁邊還有一台液晶電視 再來是房間的部分 每個房間都是電子鎖 需要輸入密碼才可以進入 一進來會先看到一個垃圾桶 右邊是床 左邊是櫃子 這邊是右邊的床 有六個床 這邊是左邊的床 有四個位置 那我是睡在108之間 牆壁上呢有一點點無知 但這都還好 這個到底有沒有在打掃啊 但是更誇張的還是後面 天啊這是保洁店耶 OMG 我只能說還好他有提供床單 我的床位是8號 但剛剛進來的時候 發現櫃子上沒有鑰匙 跟櫃台反映了一下 他叫我先用9號櫃子 喔好吧 櫃子空間還OK 可以放一個小行李箱 還有一個架子 可以晾衣服 有提供床單 背單 跟枕頭巾 但都要自己鋪 房間的風景大概長這樣 在右邊呢 可以看到台北車站 四個大大的字 門後的房價表上 寫的並不是博客情侶 估計有換過老闆 從房間出去的話 要先按左邊的按鈕 聽到B一聲 才可以開門 順著走道走到底 就可以看到左手邊 有一台洗衣機 還有烘衣機 洗衣跟烘衣都是一次50元 最晚可以使用到晚上10點 還有免費的一瓷靈可以用 蠻貼心的 那這右手邊呢 就是男生的廁所 以及衛浴啦 左邊有兩個達星牌的小吹風機 右邊有三個小便斗 三間做室廁所 但能用的其實只有兩間 淋浴間有三間 提供沐浴乳、洗髮乳 以及一個放不了多少衣服的架子 淋浴間沒有門 只有拉鍊 吃完晚餐之後呢 我就來梳洗了一下 達星牌的吹風機 風速小 而且很容易跳電 男生勉強可以接受 但女生就比較麻煩了 過了一陣子 就差不多要睡覺啦 大家晚安 大家早安 因為房間裡還有其他人在睡覺 不方便講話 剛剛呢已經梳洗好了 準備退房 好的那現在已經到家啦 來總結一下博客情侶的優缺點 優點1 便宜 非常非常的便宜 因為我是昨天中午才臨時期要訂房 所以瀏覽了一些訂房網站之後 我發現這間博客情侶是最便宜的 總花費是296元 優點2 地點加交通便利 它就在捷運台北車站M8出口出來 左轉之後的低東大樓裡 這個距離走路不用30秒 樓下的轉角就有7-11 隔一條街就是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 所以附近算蠻安全的 優點3 男女分開 博客情侶只提供男生房 女生房 以及雙人房 還有男女生廁所以及衛浴都是分開的 以安全性來說算蠻有保障的 缺點1 房間很小 走到狹窄 如果一間房間10個人都住滿的話 會非常非常的擁擠 缺點2 廁所 廁所的燈光有點混暗 我自己如果待久的話會覺得有點可怕 還有淋浴間沒有門 只有拉簾 拉簾拉上的話其實沒有辦法整個遮住 所以昨天晚上我洗澡的時候 是用最快的速度洗好澡 然後離開 缺點3 各種不乾淨 保結墊 棉被 床邊角落 百葉窗簾 對 總之就是沒有很乾淨 缺點4 不提供牙刷牙膏以及毛巾 不提供牙膏牙刷還好 但是不提供毛巾其實還蠻不方便的 如果需要自備毛巾隔天起床如果還沒亮乾的話 就只能塞進包包 其實蠻容易發臭的 缺點5 公共環境不整潔 交椅廳旁邊的公共區堆了一些雜物 觀察一下我發現應該是有一些長期居住在這邊的朋友 所以會在那邊放了一些自己的東西 包括食物或者是碗等等之類的 所以看起來就會比較雜亂一點 再來是垃圾桶 垃圾桶擺設的位置在樓梯的旁邊 整體看起來也比較髒亂一點 總結來說雖然是真的很便宜 但相比之下其實沒有便宜多少 以平日一晚的價格來說 北車附近要找到300到400之間的輕旅 應該至少有時間 所以如果再讓我選一次的話 我會選擇下次多花幾十元 助品質好一點的青年旅色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對這間青年旅色出淺的觀察 那如果之後也想要看我開箱哪一間青年旅色或者是旅店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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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請到所有人類的回事 小北京 我們會請到